哎,大家伙早喽,11月9号,星期三了,清晨啊,天刚亮,这条路没有路灯,路灯关得早,所以才开机。 今天肌肉的酸痛还是在持续啊,接着跑得慢一点,而且要比之前短一点,不是这么规划周期的。 今天是按照最后一个训练日去调整,然后明天是做一天全休,休息一天,然后后天开始再调整训练。 你看今天是周三对吧,明天周四,然后应该是周五周六两个训练日,周日可能还全休一天,然后从下周一开始恢复常规训练。 我是这么计划的,马松赛后基本上至少啊,要一周能基本恢复正常的训练表现。 然后至少要两周,身体才能差不多恢复,可能你要是说完全完全恢复到最高水平,或者说赛前的水平,要三周甚至要四周。 有好多看不见的损伤和修复,在昌平这边倒是起来,还是挺忙碌的哈,工作日,因为离城区远,大家出门都够早。 我这边都没有地铁,都得坐公交车到地铁的总站,真的是挺远的。 今天是继续跟大家聊聊比赛,聊聊一些准备,还有过程中有意思的事。 这个话题一直聊到这周结束吧,有好多想跟大家聊的,大家不嫌烦就好。 这边其实早上起来我就不敢顺行跑,就得找逆行的路跑,尤其是机动车道跟人行道中间没有隔离的那种。 否则有时候后边过大车挺吓人的。 就要天都亮,一会儿咱换个视角聊呗。 等周末的两个训练日,就去那边那个体育场,田径场,差不多六点左右,六点二十左右,到。 今天体感会比昨天稍微的疲劳一些,就感觉你越休息,其实它随着恢复,可能感觉会更明显一些。 所以原来比赛特多那几年,可觉得那些跑背靠背的,真的是挺厉害。 还有像这周末有一个公园伴马,北京,也有去参加的,我觉得我应该不行。 你要说,娱乐可以,比赛也不行,而且有受伤风险。 行啊,今天咱们接着聊聊我对这场比赛的准备,还有一些心得和小事物,准备的事物啊。 首先还是吃,我觉得前两天我吃的还是有点多,造成可能是有一些消化不及时。 就周六的早晨吃完饭,会感觉有点撑,周六中午也是。 应该再提早一顿,就是把周五晚上的晚餐当做最后一顿,吃了特别饱的饭。 并且呢,应该再降低脂肪的比例。 周六不应该吃太多的奶制品。 这是吃的一个小总结啊。 生活上呢,就是 我其实不需要调时差,时差带饮啊。 因为我平常起的就早。 经验就是越早越好。 我比赛那天是三点起的霜。 起床就喝水,然后上厕所。 上完第一次卫生间,然后吃饭。 吃完饭以后别坐下,因为在屋里溜达溜达。 因为外面太冷了,以往像天气好的时候那种比赛,我都下楼溜达溜达。 然后回来再去一次卫生间。 然后开始喝,就缓慢的补糖水。 然后出门之前再去一次卫生间。 这个那天做得非常好。 然后各种吃啊什么的,也都比较顺利。 为比赛准备了好多东西。 因为我提前两天去室内住嘛,对吧? 都得提前两天准备好。 我准备了四个能量胶,四个盐丸。 五个能量胶,抱歉啊。 然后是索安包吃了一个能量胶,从家出发之前吃了一个盐丸。 之后比赛中就是7.5公里吃了第一个能量胶,15公里吃了第二个,23公里吃了第三个。 之后30公里左右吃了一个赛会的,但是赛会那个有点甜,有点黏,我就吃了半个碗就扔了。 本来没有计划吃赛会的,正好赶上了。 这样呢,就把我33公里计划的最后一个能量胶,推迟到了30,36公里之前,35公里过我吃的。 能量胶呢,是两个普通的,两个咖啡因的。 咖啡因的那个挺猛的是,单个含100毫克咖啡因的。 分别在14公里和345公里吃了两个咖啡因的能量胶。 就是第二个和第四个。 盐丸是9公里吃了一个,18公里吃了一个,之后24公里吃了一个。 然后35公里的时候,横在嘴里了一个,就没有用水。 我那种不是胶囊的,就横在舌根底下,让嘴里直至咸的,特别刺激。 最后到跑完也没,很晚我给吐了。 饮水呢,基本上从5公里开始,除了第40公里那个以外,每一个水站都进了。 因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像我,我跑到这个配速拿水喝,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我没有,平常不练这个,对吧? 我猜想专业运动员是有机会在操场上练这个的,就摆一桌子。 而且人家经验丰富,像我比赛中拿水这个事儿,除了比赛平常根本就没有机会练。 每次就能喝进去一小口,就慢慢来。 进水站这次并没有太影响成绩,也没有影响速度。 因为基本上除了第一个5公里,周围人多了一点以外。 到后边就没什么人,大家就三五个人左右,所以没有说要互相碰到啊,或者说你要挡路等等,也没有。 就很顺利能拿到,然后有的水站呢,是有志愿者给,把杯子举起来递给你,那种体验就特别好,好拿。 在桌子上呢,其实坦白说非常不好拿,我不敢拿靠近我的那个桌角的,因为怕我后边的都碰倒。 拿最后一个呢,一拿就会撒好多的,这样还得练。 赛道上提供的其他补给,我看有香蕉还有盐,那个没有用。 蘸水的海绵用了一块。 大家跑到20多公里以后啊,建议就是拿一块那种凉水或者冰水的海绵, 去敷一下两个臀部的肌肉,你感觉就会舒服好多。 这是那天赛道中的一些操作。 之后不瞒大家说啊,那天的比赛是我人生第一次存包的比赛。 以前的比赛我都不存包的,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怕麻烦的人。 而且存包这时候我有阴影。 我人生的第一场比赛是,叫北京国际长跑节。 那时候就就是北京现在的半城网拉松的前身。 那是最后一届,是五公里十公里的。 哎呦,那个存包那个混乱哟。 最后我没领出来,过两天去天坛那儿,他那办公室领的。 就混乱到不敢想象,那是一个有组织的东西。 后来我有所有比赛都不存包。 然后国外的比赛,比方说纽约这种,你不存包可以选择他给你一个不是一次性的,特别好的一个斗篷。 我特喜欢。 国内的比赛大多数时候都有家属帮忙。 就算没有,国内的比赛一般都是比较热的时候以前。 跑完就直接坐地铁回家了。 但是礼拜天的条件不允许了。 原来天太冷了。 我是穿了一件准备扔的羽绒服和一条裤子。 但是到那儿以后发现没有这两天这么冷。 羽绒服我就给存了。 再后还可以穿裤子扔了。 总结一下就是,准备的很充分,实话实说。 我觉得我准备的很充分了。 就像那天我发的动态。 我觉得已经没办法再努力了。 一切都是进人事听天命了。 那天不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只有一个地利。 天时,时间可能比较晚,太凉了。 人和呢,我自己准备的不是太好。 就身体上啊,调整的不是太好。 也就这样。 但是还是很,就很开心的,能够这么顺利完成一场比赛。 有一个小插曲,我存完包发现我帮我把手套拿出来了。 等于那天是没有戴手套跑的。 但是好消息是,那天比我想象的热,没戴手套正合适。 因为能量胶撕不开。 咱们好多,我也不太知道,你说费了那么大劲,做能量胶卖。 其实能量胶的利润不低的。 那把那个口好好的设计设计。 是吧? 我之前也试过先撕开一点。 大,但是呢,又不太好掌握,有时候撕多了,他就往外流,对吧? 其他都挺好。 装备的选择上呢,很正确,就穿短的。 唯一的小遗憾就是,之前我老说,Alpha Fly我驾驭不了。 我觉得我没那么大劲。 但是这次我穿Vaporfly的一代Next, 给我的感觉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 也可能是还有衰减啊。 就是过了二十五六公里以后,觉得鞋不够硬。 就感觉没那么大劲。 莫名其妙地看着人家脚上的Alpha Fly觉得腾腾腾腾的,特别有劲。 回头可以体验一下。 赛后在更衣室碰见了,之前我们碰见的, 马老师,马月老师。 他们那个小团队应该是奔着二十四零去的。 但是,好像都差了一点。 马老师好像是,梁老师是四十一。 因为这次没公布名次嘛,对吧? 我也不太懂。 但是,好在我完赛的时间还行。 我回去看那直播回放,开了一个三倍, 我数了一下。 我好像是七十多名。 马老师是四十多名。 然后那天跟我一起冲线,后边一点儿, 就是那天我们一起跑二十多公里那个大神, 就和房博老师一起,另外一个大神。 其实我看见他了,我觉得像,没敢认。 那天整体好像都没有发挥出一个最好的水平。 差都比最好的水平可能得差四分钟左右。 但是也还行啦。 行吧,又跟大家分享了一大堆流水账。 我准备回家了,跑了多少? 六公里多。 今天就这样了。 那咱一会儿训练结束后,见啊。 11月9号,星期三,清晨6点54,训练结束啊。 跑了6公里多,6.59。 平均配速539,心率128,功率166,副贫198。 今天就稍微抑制一下兴奋感。 就是你肌肉疲劳的时候啊,一定不要逞强, 因为有可能就会造成不期而遇的伤病,是不是? 今天算是调整,然后下午呢,会做做,呃, 室内的拉伸,放松,然后激活激活,核心肌肉。 之后明天就按节目里说的,我们就全修了。 咱们这频道观众越来越多了,真的破了三万,前段时间大家看到那个三万是四舍五入, 达到了五入的那个边界的三万。 感谢大家伙啊,这两天有一个古传导耳机的试用和评测, 应该明天发这个视频,大家看看,看个热闹,是不是? 感谢大家伙啊,那咱们就加油东迅。 今天是我东迅的第二天,但是我打算把正式的东迅放在下周一, 过两天的两期视频会跟大家分享这两年,或者这一年多的训练总结, 还有这次比赛检验之后和专业教练聊,聊完之后对自己训练的分析, 还有对未来训练的一些规划,那我觉得这一期我会非常非常非常认真的说, 不一定都对,但是是我的心得,那到时候大家我们一起一起努力, 好嘛,那咱今天就这么着,加油干,我回家了。